我觉得它本身是个意外 但是深层次的原因必须要追究 为什么呢 在中东其实有非常非常复杂的各种宗教问题 包括民族矛盾问题 包括巴以问题 阿以问题等等 但是无论是巴以问题 阿以问题 它的核心是什么 就是巴以问题 也就是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矛盾不断 从1947年到现在可以说一天都没有停止过 就是以色列建国 巴勒斯坦也要建国 双方之间不断的攻击 而阿拉伯世界又在支持巴勒斯坦 你看这一次出事的贝鲁特 贝鲁特实际上就是坚定支持巴勒斯坦的一部分力量 那么在整个黎巴嫩它里面包括两大部分 一部分我们称之为黎巴嫩真主党 这个是由伊朗来支持 那么伊朗支持的黎巴嫩真主党 它完全是倾向于巴勒斯坦 而且也希望巴勒斯坦建国 另外一部分叫黎巴嫩政府军 黎巴嫩政府军其实它背后是美国 包括以色列 所以他们之间的关联就非常的复杂 再加之黎巴嫩真主党背后其实还有叙利亚 叙利亚实际上是和以色列之间是矛盾重重 那么叙利亚和伊朗之间又是暗通团取 相互之间不断的在支持 所以这样一堆的矛盾在一起交织的话 就会导致贝鲁特包括黎巴嫩的南部是战火不断 尤其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矛盾不断 再加上哈马斯不断的又侧应黎巴嫩真主党 这就会导致问题很多 尤其是爆炸物 这种东西可以说是在黎巴嫩是悉数平常 太平常了 刚才你看新闻片子里面已经提到了 它是充公的爆炸物 尤其是萧松安 这个东西是可以制造炸药 制造人体炸弹的 而把这样一种炸药 无序的放在某一个港口 因为意外导致爆炸 这就是一个悲剧的所在 如果黎巴嫩政局稳定 不存在巴以矛盾的话 就不可能有这么多的爆炸物 如果对爆炸物进行严格的管控 严格的规管 也不可能出现这些问题 所以我觉得它的根子在哪 就在于巴以矛盾导致了爆炸物比较多 而且又不受控 结果就导致了目前这种悲剧的出现 所以我觉得 要想让黎巴嫩稳定 包括巴以矛盾 能够有效的缓解 关键就是要解决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核心矛盾问题 是 好的 感谢宋先生带来的分析观察 更多精彩内容 尽在凤凰秀APP